鳳凰寶珠的解密之流, 藏地魔國的終極傳奇, 鬼吹燈第四步, 噴淚實攻, 正在開口。 我已經說明給個廣商名宿聽, 我根本尋好那面鎮屍的古劍, 但是名宿似乎不是那麼相信, 盲禁留下我們說要和我們吃頓飯, 而且還拿出一件又一件的 都相當之珍奇的古碗又或者是玉器, 希望能打動我們, 用這些東西來交換我們那面 根本就不在我們手上的鎮屍古頸。 我見到他拿出來的東西, 一件給一件珍貴, 看來他真是落足血盆, 於是有點不忍心。 好了, 明宿, 老實跟你說, 那面古鏡, 我的確在一個古墓裏面也曾經得到過, 但是後來, 因為離開的時候出了一些意外, 所以那面古鏡我帶不出, 如果不是, 我真是想和你做了這件生意, 打進你一槍渠, 你落這麼大的血盤, 要換這面古鏡, 難道你家裡是否有家人, 受了殭屍之害, 又或者是中了什麼屍殺之類? 那面古鏡, 我就真的沒有了, 但是解屍洞, 又或者解屍殺的辦法, 我反而知道這樣一點, 其實大家不如攤開來說, 我和你都是同行而已, 你那處擺著, 那隻十三叔的花池貓, 這樣說明, 你以前肯定是做上世什麼私人的一行, 又或者, 你早上是做這一行的, 既然大家都同道中人, 又要怎麼遮遮掩掩掩? 唉, 這人來這樣說, 我爺知道, 我這件事是天佳禮的吧, 你只不答應, 就是傻子了, 敢不相信你真是無那面古鏡, 那我也沒辦法了, 不過呢, 反正我們大家是有緣嘛, 那這樣還是遲頓飯, 交個朋友嘛, 交個朋友嘛, 喝個幾杯酒之後, 明叔終於, 將這件事情的來龍虛脈, 又大概講了下, 原來我真是猜得沒錯, 明叔家以前呢, 真是做上世的什麼私人的, 那各位, 什麼私, 原來和幹私是不同的, 什麼私就不是說, 將死人揹在自己背部, 一路地走, 將死人送回家, 而是一種道務的方式, 不過, 這種道務的方式, 真是認真怪計, 掘到有棺材之後, 他們首先要在棺材前面挖個坑, 然後, 就將棺材前面的打橫那塊擋板拆開, 跟著呢, 他又會背著身體爬入棺材裏面, 因為呢, 畢竟是入棺材去拿人家的東西, 就不敢那塊臉向著下面, 面對死者, 所以, 拿什麼都是反轉身體來做的, 這些那麼詭秘的規矩, 都不知道是哪一朝, 哪一代人傳下去, 明宿家, 就是靠做什麼行, 發了橫彩, 掘到第一桶金, 後來傳到他爸爸那一代, 在酒馬嶺摩斯的時候, 如對一隻上西獅王, 堂堂毀了命, 於是, 他們這一家, 祖傳的摩斯者, 最後一代, 就在酒馬嶺畫上了句號, 不過, 這一陣子, 明宿家已經加藏萬貫了, 而且因為家漸漸有錢, 他爸爸就不想兒子繼續做這行, 所以, 祖宗的這門手藝, 也沒有繼續流傳下去, 明宿見到, 沒辦法紙程副業了, 於是, 就開始去南洋做生意, 最後定居在香港, 只不過, 不知是否那些遺傳基因作怪呢, 一安定下來之後, 他又開始做起乾絲的買賣, 入了這行, 他才發現, 原來做死人生意, 真是幾易發達的, 無論是沙漠, 過壁, 高山, 甚至是荒地裏出土的乾絲, 如果他有些身份, 保存相對比較完好, 和他加過某某國王, 某某將軍, 某某國公, 或者某某公主的名號, 即時就可以坐地起駕, 一本萬里, 他做什麼生意, 真是容易賺錢, 而他的下家, 多數都是博物館, 展覽館, 或者甚至是私人的收藏者, 當然, 這些生意都是地下交易, 拿不上來塘面的, 沒多久之前, 有一家海外的博物館, 就是來找名宿經生意, 因為他們在西藏得到了一本古代的經驗, 裡面記載著, 藏地有一個傳說中的魔國公主, 死亡之後的離奇現象, 因為他得了一種怪病史, 所以死了之後, 身體就變成了一具冰川的水晶絲, 當地人都將他當成神跡, 於是就用九層繞流, 將他封在雪山之上, 經卷裡面甚至還提到一些關於這個武藏位置的具體線索, 這件絕對是大生意, 但是根據明宿收集的情報來看, 這句千年的冰川水晶絲, 是屬於極寒之物, 陰氣很重, 如果沒有西藏供奉蓮花生大師的靈骨, 普通人, 就算走近一點, 都會即時倒地而死, 又或者, 又或者是會被屍氣凍傷, 但是, 蓮花生大師的靈骨, 哪有這麼容易得到? 而這條絲, 可能是因為陰煞很重, 所以一般的鎮絲物品根本沒有用, 他想來想去, 才想到可能要那面鎮絲同鏡, 才可以將這條水晶絲, 在九層繞樓那裏揹出來, 什麼? 冰川水晶絲? 這件事真是第一次聽到, 不過, 湘西獅王的傳說, 反而聽過了很久, 這條水晶絲究竟有多猛? 比湘西獅王來講, 有怎麼比呢? 不過, 我反而更加關注, 是明叔剛才講到, 這條水晶絲的主人, 是一位西藏之中, 傳說裡面, 魔國的一位公主, 九層繞樓, 我曾經見過, 但是, 魔國的公主, 真是聽都沒聽過, 會不會是明叔搞錯了, 這個是魔國的鬼無一類的人物呢? 明叔, 人家說僵絲罪惡的, 就是那條湘西獅王, 不過都說, 百幾年才出現一次, 每一次都會帶來不少的災魂, 這條冰川水晶絲, 是不是也跟它很像呢? 啊, 不同不同, 這次幻腸都不同, 這個雪山的冰川水晶絲, 是被人崇拜的邪神, 有哩都哀, 所以, 整個身體都水晶化了, 可以說, 這個City, 啊, 闖師街都賭衣虎爺的, 所以, 人家才不惜一切, 想教他而已, 那這些人真是幾神心的, 這些遠古這麼邪的東西, 居然可以讓他進博物館, 進楊宅, 難道他不怕, 這條冰川水晶絲, 為他帶來災禍嗎? 嘿嘿, 哎呀, 有些人, 就不計較這些事了, 老是說啊, 我自己啊, 對這些東西, 都其實是, 多麼避忌的啊, 呢, 我以前呢, 找到些幹屍的時候, 有棺材的, 我都在棺材裡面, 放一條蟲, 啊, 希望的, 充多少晦氣出去的啊, 其實, 這句冰川的水晶絲, 與其講是古絲, 都不如講, 是一個邪惡的神像, 所以, 他們才想到, 要用那面震絲古鏡, 來震著他, 如果不是, 就算有辦法, 在雪山裡面, 將一條絲畫出來, 也都不夠膽運回去了, 西藏這個這麼神秘的地方, 有很多事, 你也很難用常理去揣測他, 誰知道, 你做的某一件, 觸犯了當地批舉的事, 會惹來什麼凶惡的詛咒啊, 既然沒有了古鏡, 明叔現在, 也只好再找一下其他什麼東西, 一旦有了什麼眉目, 明叔就要組隊入西藏, 按照經書上面留下的線索, 去畫那條冰川水晶絲, 因為這件生意牽涉太大, 所以明叔就決定, 禁運他要親自督戰, 千萬不要被手下搞壞股市, 是啦, 胡先生啊, 呃, 此時我這隻攤成堆呢, 現在還在找人的嘛, 我考上有幾位摩金家威, 能夠幫我作爭啊, 那這樣就一定可以增加, 成功的四彎的嘛, 呃, 嘿嘿嘿, 胡先生, 不知道你和王孩賢先生, 有沒有勝出參加呢? 什麼? 原來這個明叔, 親就落著這麼大血本, 不是只是想換我們那面古径, 還想我和肥仔船加入他這隻探險隊, 明叔他怎麼知道, 我們在雲南發熱了那面古径呢? 雖然他有可能可以了解到, 我和肥仔船是做道斗這行的, 但是, 他又怎麼知道, 我和肥仔船兩個, 其實, 就是摩金家威, 是屬於這一派的呢, 難道這些說話, 全部都是肥仔船, 亂順口開河的時候, 吹行出去嗎? 照道理不會啊, 肥仔船這個人雖然大癲大肺, 但是, 他這個人做事一向都很有分傳的, 又怎麼會, 將這些不應該說出來的事, 都到處唱呢? 明叔, 你不要怪我多心, 其實我和肥仔船兩個人, 加入道斗這行, 都不是多久的, 雖然, 也去過幾個, 應該說, 都是普通人去不到的地方, 有了些經驗, 但是, 這些事情, 我們自信, 做得都相當隱蔽, 不知道, 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哎呀, 這件事啊, 講起來真的很神奇的啦, 前一陣子, 我得到消息, 說, 有一面真獅古驚, 被人在雲南發現了, 於是呢, 我就馬上周圍打探他的下落啦, 結果呢, 走來走去, 找到一個, 好靈驚的算命馬公, 於是我就請他指教指教啦, 看看能否知道, 是哪路人馬, 最近在雲南的深山裡面, 得到那邊國經, 結果啊, 那個算命的馬公, 想都沒想, 馬上就給我, 齊了一掛, 然後就寫了一個D字, 所以按照這個D字, 去找一位王海選, 還有一個叫做五八一的, 所以這兩個人啊, 是當真是這三, 最厲害, 最厲害的摩金家衛, 都由萬富不當之勇, 神鬼摩擦之機, 啊, 又由元昌之中, 義德之盟, 智隆之勇, 窮明之之, 所以這面古經, 一定是他們從元昂那裡拿出來的咯, 我呢, 於是就半仙半仪, 就找阿東按照D字去, 玩一玩啦, 啊, 這個一玩, 過癮, 真是個名字, D字都沒有錯啊, 這個神明的猛工, 真是生神仙咯。 啊, 我和大金牙兩個人聽到這裏, 嘻呀, 大家都掩著嘴, 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 那樣, 不怪得啦, 不怪得, 這個港客名宿, 可以知道這麼多東西, 那個算命佬, 為什麼會算得這麼準呢? 他分明, 就是我, 上次, 在龍嶺那裏帶回來, 在北京城, 現在算命賺食, 亦都是他, 給了獻王那張人皮地圖, 我們的盲工塵, 如果他都做得生神仙, 豈不是我們兩個都可以做周文王? 不過這次盲工塵, 的確算幫了我們一個大忙, 帶起了這麼大的生意給我們, 而且還將我們抬得這麼高, 於是, 我和大金牙兩個人, 都馬上裝出很驚訝的表情, 對明叔說, 想不到世上還有這種世外高人, 以前我一直不知道什麼叫微卜仙芝, 尿事如神, 今天才知道, 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先拜會那位生神仙。 明叔說, 啊, 那機會是大巴大巴的油, 哥哥先生神仙, 他在很近的, 討養挺夫堅, 一百塊錢油交易的, 你們快點去, 我可以叫東黑載你們去, 不用, 不用, 明叔, 不用這麼客氣了, 有機會我們再去, 這樣吧, 明叔, 這件事我大看得清楚了, 至於你說到去西藏, 找那條冰淨屍, 雖然沒有鎮屍古勁, 但我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 可以另外想辦法鎮轉這條股市, 如果想到辦法, 那就是大家有轉, 到時候, 我就和你們一起起行了, 至於報仇, 啊, 這句話說, 這句話說, 如果你可往海上, 兩位摩金較威, 可以幫我, 怎樣呢? 你看到你, 這個仰貴妃, 逛過的御風啊, 還有這個鎮鞋屎啊, 還有古花啊, 我這個架子上面的古動啊, 你看到你一樣, 就多美啊, 如果你覺得古動不過然, 既先真啊, 港紫美金, 都沒有所謂的吧。 現在不是這麼急的, 讓我回去想想計, 有機會的話, 我們大家再聯絡, 離開了明宋家, 我和大金牙一商量, 都覺得, 這單生意做得過, 港商的港幣不是錢, 比起Shirley的美金, 都不會差多少的, 而且最緊要的是, 他手上, 那本來自西藏的古代經卷, 裡面有有關魔國靈母的線索, 我們可以互相利用, 說不定, 利用他那本經書, 就要找到, 那個供奉著, 磨眼圖騰的魔國祭壇, 那裏面, 不知道有沒有先叔, 可以解開鳳凰寶珠的使用之謎呢。 同時明叔提到的盲工診, 亦都提醒了我一件事, 這個盲工診算命, 雖然靠騙神騙鬼, 但是, 他居然能夠信口開河, 又騙到那麼多人, 說不定有些真本事, 說不定他對易經也有所了解, 易經包羅萬象, 但是, 最緊要的, 就是來自十六字天卦的推演, 那在盲工診身上, 我們會不會可以了解到一些, 有關十六字天卦的事情呢? 否則, Shirley回來之後, 又會經常說我, 不無正業的了, 所以, 我和大金牙, 一離開明松家, 馬上就一個屈尾十, 去到陶賢廷那裡, 找盲工診, 一去到的時候, 盲工診呢, 哈哈, 他那個算命小攤檔前邊, 居然排起長龍, 那時候, 他正是同一個, 大約好像是做領導模仰的人, 在那裡算命, 我一看他生意那麼好, 哎呀, 如果就這樣在那裡等, 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於是, 我向大金牙洗眼色, 然後, 後著無人注意, 大喊了聲, 喂, 工商來了, 工商來了, 那個年代還有城管的, 跟著, 就只見到周圍一片雞飛狗走, 那些小攤販, 即時紛紛地執拾起自己的檔攤, 四山逃犬, 連盲工診, 也馬上收到桌面上面, 那些零零碎碎的東西, 連錢, 一切就塞住自己, 揹著他的書包裏面, 跟著就殺手劍令頭, 啊, 今天算到這裏先, 今天算到這裏先, 大家下次請早, 下次請早啊, 他一轉身, 我和大金牙兩個人, 就馬上一左一右, 夾緊他, 喂, 兩位壯士, 兩位好漢, 哎呀, 小可金人剛剛開始, 沒有幾個利錢, 我不可以, 不要用我的食飯錢, 麻煩了, 麻煩了, 不要攔位盲工了, 喂, 你都扮了幾次, 胡大人, 魔金駕為胡大人, 喂, 你開這樣的還笑, 哈哈, 老闆, 喂, 不要見怪, 今天找你的確有一件急事, 所以阻礙你做生意, 一會兒, 我補了多少水給你, 哎呀, 你這麼說話, 你這麼說話的, 老實說, 勞夫可以有今天, 都是靠胡大人當日大喜提貴, 要不然, 我現在還在龍嶺向下那裏, 發緊吼鬥, 發緊吼, 發緊吼, 哈哈哈哈, 喂, 老陳, 我大金牙, 來來來, 這邊, 這邊, 喂, 老實說, 我出來服得你很交關, 以前, 胡八一經常跟我說過, 說你算命都是靠握情的, 我當時都覺得是得淡笑, 但是剛才見你, 啊, 算完一個又一個, 個個都說你靈騎的, 喂, 其中有什麼景觀的, 可不可以告訴我呢? 欸, 好了, 喂, 大金牙, 你知道這麼多做什麼呢? 啊, 難道想跟人爭飯碗嗎? 老陳, 來, 今天來找你真是有件事, 之前我聽說你和明叔起了一枝掛, 那就是說對算掛, 你多少應該有些了解掛, 不知道, 對於易經和十六次天掛, 你就知道些什麼呢? 唉, 老實說, 胡大人, 易經包羅萬象萬般皆有, 不然難道你不知道老夫的底嗎? 我當年做的都和你差不多是射靈開關的生意, 咦, 後來, 沒了眼睛, 那才要幫人算命來找一口吃, 你說道斗魔那樣呢? 我就屬門屬老, 你說陰陽八卦, 那我就認真不在行了, 不過, 在這裡算命, 都大多數知道些同行的本事的, 喏, 我和你推薦一個人, 聽說這個人, 會推全掛, 還會正統風水溢術, 你們不妨去找一下他, 這個人既然說可以推全掛, 那應該都會懂多少人家的不全之秘掛。 什麼? 懂得推全掛? 那就是十六次的天掛, 他全部都知道了。 唉呀, 那就算他不是真的懂得算命, 但是他只要知道十六次天掛怎麼排列的, 那就是我們都多了條線索。 於是, 我馬上就問清楚盲工診, 那個全掛真人, 住的地方, 村名, 既好是張紙道, 然後準備, 一回合到Shirley之後, 馬上就去白雲山那裡, 找這位全掛真人。 鬼吹登之, 崑律神功, 本集已經播放完畢, 故事搜集, 整理, 改篇, 林敬, 音效製作, 郭健民, 奧正希。 鳳凰寶珠的解密之類, 藏地魔國的終極傳奇, 鬼吹登第四部, 噴雷實功, 正在開門。 在盲工診那裡得到了, 原來有一位全掛真人的消息之後, 我馬上就將這件事, 告訴給Shirley聽。 Shirley一聽到, 可以找到一位全掛真人, 說不定, 所以得到十六次全掛的有關訊息。 他就即時說, 想跟我一起去。 我想一想, 算了, 你不如留在北京吧, 你這邊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現在獻王那個人頭, 應該可以過一段落的了, 是不是? 嗯, 是, 經過檢測, 我們發現, 獻王的口裡的確多了一塊東西, 而這塊東西, 跟真人的眼球差不多大, 不過, 已經跟頭裡的口腔融成一體, 我們根本就沒有可能徹底地把它剝離。 而且, 我們的檢測還發現, 整個人頭的肉化, 現在, 就是以這個口腔, 甚至是以那條舌碰到那塊東西, 為中心開始的。 至於他的顱骨, 和那條頸, 還有好像原來一樣。 這一部分, 我們已經徹底把它切除了。 然後, 現在, 也好像一個船窩的形狀。 我們估計這個人頭, 能夠吸引介乎於能量和物質之間的濕動, 一定不會是因為這個介乎於物質和能量之間的物體, 而是因為他口腔裡面含著的這塊東西, 而是因為我們測試到這塊東西可以源源不絕地提供能量。 那塊萬年大肉之絲, 所以可以生存了那麼久, 甚至滑空了裡面所有的肉, 填了人體之後, 還可以再生。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獻王口裡面含著的這塊東西。 所以, 我們想, 這塊可以為生物的生長, 提供源源不絕能量的東西, 你說除了鳳凰寶珠之外, 還有其他的什麼東西呢? 聽到Shirley的分析, 那我們真的可以肯定, 獻王口裡面含著的, 的確就是鳳凰寶珠。 但是, 拿到這顆寶珠, 我們就好像老鼠拉龜一樣, 還是束手無產。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應該怎麼去使用那顆鳳凰寶珠, 來消除大家的鬼眼怪病。 唉, 簡直是得物無所用。 龍骨天書裡面, 有個篇鳳鳴其山, 但是, 裡面究竟是隱藏了什麼信息, 又怎麼可以把它讀出來呢? 古代的統治者, 肯定已經知道有關鳳凰寶珠, 和長生不死, 又或者羽化成仙之間的關係, 甚至解開了一部分的秘密。 但是, 這些秘密的信息, 應該就隱藏在那篇龍骨天書, 鳳鳴其山的描述裡面。 不過, 怎麼去破譯天書的密碼呢? 怎麼去了解天機呢? 鳳凰寶珠, 可以幫整個神竹解除鬼眼的詛咒, 醫療鬼眼的怪病, 但是, 怎麼去使用它? 找到鳳凰寶珠之後, 應該怎麼做呢? 可惜, 有關扎格拉馬神族, 就沒有任何的記載。 現在要破譯這個秘密, 還有兩條路, 一條, 就找到十六次全掛的排列方式, 說不定, 就可以依據這些信息, 利用十六梅玉環, 破譯天書裡面的密碼。 又或者, 如果真的找不到, 怎麼破解天書的辦法, 那就只能去參加民宿的西藏探險, 希望能夠尋找到傳說中的魔國, 特別是找到那個, 供奉著巨大眼球土壇的祭壇。 如果又一次, 要去出發道斗道務, 同樣, 我們也要準備大量的裝備, 這些裝備, 在雲南這一戰之中, 損失太多了。 所以, 無論如何, 這個時候, 都應該要Shirley, 快點在美國那裏, 再凶運一批過來。 如果實在買不到的, 就叫大金牙去附近, 去訂造, 或者去找些替代品。 我將明叔的事, 對Shirley講一次, 問他可不可以利用明叔掌握到的線索。 那你有什麼主意呢? 我有什麼主意呢? 我想著, 和他們應該合作, 但是同時又要保持一段距離。 唉, 這麼危險, 我原本, 真是不想你, 繼續去參與杜斗, 摩金這些勾當。 但是現在, 用你們的說話來講, 萬里長征, 都已經走完了九十九步了。 鳳凰寶珠這麼艱難, 都被我們找到, 還差最後, 破解他的用途這一步, 沒理由不做的。 算了, 這一次我唯有有妥協, 一陣子就按你講的去做。 我們, 和他們合作, 但是要保持距離。 這樣就是了。 那, 明日我即時去白雲山, 找那位聖馬的全掛真人, 了解一下, 看一下, 他究竟真的有什麼本事。 而你呢, 就要在這裡, 準備我們出發西藏的所有物品。 馬神仙, 馬神仙, 辛苦了, 辛苦了, 你說, 這個地方呢, 適不適宜, 被我們鎮起一間學校在那裡? 是啊, 馬神仙, 我們呢, 已經找了很多地方的了, 覺得這個地方呢, 好像呢, 距離啊, 和位置都相當之對, 只不過呢, 不知從風水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 各位少安無從, 讓我起個掛, 復算一下吧。 嗯, 此間地形, 西北山坪, 東山少粒, 有平檔遮戶, 又有龍脈環繞。 好, 我想, 如果你們的學校戲在那裡, 好啊, 以後一定多出, 壯元之才呀。 啊,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哎呀, 哎呀, 這魂這樣就真是好了, 麻煩了, 馬神仙, 小小掛金, 不成敬意, 不成敬意, 哎呀, 為鄉親做多少事, 舉手之勞呢, 何必呢? 要的, 要的, 哎呀, 你真是, 要給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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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樣就好了。 各位, 喂喂喂, 你們呢, 想說在這裏起學校, 是不是? 我是個外鄉人, 剛剛經過這裏, 本來就誤想多事的, 知道, 但是起學校, 不是講玩的, 起完之後, 會有好多學生仔在裏面, 上課啊, 玩啊, 那樣的嘛, 所以我本來誤想多口, 想來想來, 都是覺得不安樂。 你們知不知道, 這裏的山勢, 周圍都是白矮斗, 你如果在這裏起樓, 實停塌樓就可以了。 啊, 不是吧, 這裏是白矮斗, 知道但是, 馬真人呢, 他誤這裏, 可以多出狀元之材, 是個好好風水的地方, 怎會是白矮斗呢?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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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太害怕, 才行, 一個外鄉人, 根本, 他都未在這裏住多個幾日, 剛剛在這裏, 亂說廿四, 你呀, 你呀, 又怎知道, 你周圍都有白矮, 啊, 你座山周圍都有白矮斗啊, 我見你剛才說風水啊, 好, 好, 那我通你便論一下風水啊, 是, 東山粒, 西山平, 粒服之處有西北遮擋, 啊, 這裏又有創風之嬰, 那沒錯, 只但是, 你仔細看看這個山細, 一點創風之嬰都沒有啊, 所謂風山沖, 最早的範體字, 那個風字, 裏面有個沖了, 你知不知為什麼? 所謂風如山, 必山矮, 這一條, 在青烏術, 或者易經之中, 都有著名的啦, 這些叫做山峰谷, 這些這樣的地方, 絕對不能夠起什麼建築物啊, 起樓就樓臨, 起屋就屋散, 亂說, 你分明亂說, 你說山清水壽, 怎麼會有什麼蟲谷啊? 雖然的確有山有風, 但我從來都沒聽過什麼山峰谷的, 借聞一聲, 你這個古蟲何來啊? 嘿嘿, 唉, 所以我不想搏你, 這位真人先生, 但是, 你是要和我這樣打破沙盤, 聞到督落, 好, 一於, 大家今天, 講清講楚, 看看你有道理, 因為我說得對嗎? 嘍, 白蟻, 蟲蟻都沒有說一隻是單獨坑洞的, 一出洞, 一定是聲群結隊, 心筆的古詞是為什麼呢? 上面是三個蟲, 下面是一個氣冥的冥, 三個蟲, 即是什麼意思? 三者就為種, 種者就為多, 下面一個氣冥, 裝著這麼多蟲, 那是什麼地方呢? 分明就是矮鬥, 這個地方呢, 表面上, 雖然山青水獸, 風光也沒有限, 只不過可惜, 是表面好的, 地下面, 全部都已經, 被矮月注空了, 這樹一鬥矮, 那樹一鬥矮, 全部都是白矮的, 老實講, 這位風水先生, 本來我閒人一個, 只是不斷在這裏經過一下, 完全是不關我事, 亦都不和我牽涉你有什麼利益關係的, 只不過, 我聽到你不斷亂說二十四, 就很可能搞了一間, 豆腐渣學校出來, 我不想損傷人命, 這樣才和你辯駁幾句, 你們聽歸聽, 不聽就一於由他, 就這樣, 拜你的拜呀! 且一小…… 說話一定要說清楚, 你居然說我胡說二十四, 既然是這樣的, 那, 我今天這麼便要和你辯駁明白, 這座山有沒有白蟻鬥,我現在都不知道。 不過,用古字來解蟻鬥, 我簡直就說你,無宗生有,亂押廿四, 這些江湖騙記,你這樣都押得過我。 到底誰是江湖騙子呢? 好容易看得明白,我說這個地方周圍都是蟻鬥, 你又說沒有,儘管找人來掘一掘, 如果在我指定地方,掘他幾錯頭, 掘不到半個蟻鬥,我即時跪下向你扣頭認錯, 從此之後,不會再踏入這座本堡。 好利的一把口,我早中八代,都是算卦師, 蜂壯師,也經我整片都可以倒背如流。 講逆數,你就不可以蒙混過關。 亂禁解蟋水,簡直是可笑之詞。 好,你說我可笑,你說你本事吧? 叫人來,掘一掘,不要掘你去哪裡了, 就掘你腳下,三錯頭下去,沒有個蟻鬥出來, 我即時真賣你醒。 馬真人,這樣拔不拔呢? 還用說,當然拔他出來吧。 馬真人,說他講得這麼實實, 你不拔幾下坐頭,撈他的牙, 實聽好像被人說你有點心虛。 不,只要掘可也,只要掘可也,有什麼好怕, 我一點都不怕他。 不怕,不怕先生,你這麼好腳陣, 怕嗎?就掘他左腳下面,三錯頭下去, 你們看看。 這樣就來了。 真是很大鬥, 走去那邊掘,看看。 又是蟻鬥,又是蟻鬥。 馬真人,似乎是人家, 還罵什麼鬼真人呢? 如果真是聽他說,是這次起學校, 恐怕我們的背脊骨都被人捉太爛了。 這樣也是,如果起好學校, 我的孫子還要在這裡讀書。 馬,馬,馬先生,你真是認真靠何呀? 是呀,神斌來的,神斌來的,這些,這些。 這位姓馬的先生,風水的確是一門學文, 學不到家,千萬不要在這裡亂騙人。 是呀,如果你說,幫人算一下命解一下子, 撫平一下人家心透的煩惱, 這樣也算是沒什麼大害。 只但像你那樣,為了貪人家小小掛金, 居然誇怕奇探,不懂就扮專家。 道偷例,你自己被人捉太爛了, 刁下賈這樣也是小。 誤阻人家的子弟,類及人命, 你那時候,祖宗都放你不過呀。 就這樣,希望你得這個教訓, 這位真是拜你的拜。 你,你,你…… 我在旁邊看完這場精彩的好戲, 哎呀,心裡真是好有感覺, 這個世間上果然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我自己以為讀了半本十六次陰陽風水秘術, 就厲害成怎樣。 但現在看看, 比起這個貌不驚人, 成口鄉下話,過路的普通農民, 我那些本事真是跟人家搶天共地呀。 這幾年,我一未以為自己知道多少個風水秘術, 就可以在這兒沉隆定位, 道斗摩金。 但是其實, 輪到看山西地形, 輪到解掛的本事, 我簡直真是打馬, 都比不上人家這位鄉下人呀。 咦? 米子, 既然他對誇障這麼鳥如指掌, 遊蝕得風水秘術, 哎呀, 我怎能不立刻上去請教呢? 看來, 他的本事, 比一個呱呱其談的所謂馬真人, 都不知能力得多少倍呀。 日如追上問一下他才行。 嘿, 這位大哥, 這位大哥, 麻煩你等一會, 麻煩你等一會呀。 哦, 哥仔, 有什麼事呀? 我先此聲明, 剛才只是勞見不平, 所以才多幾句口, 我平時只是個耕天人一個, 不懂得什麼算卦, 和你算命呀, 段陰陽等等。 如果你找我問這些事, 麻煩, 過主都行呀。 你, 哦, 呃, 是誰? 是我爺爺傳給我的, 可惜, 只有半寶。 半寶? 閣下, 是不是姓烏呀? 你怎麼知道呀? 難道你認識我的爺爺嗎? 兄弟, 別說那麼多, 來, 我們在旁邊那個大庸樹下坐下, 慢慢談。 和這個自稱鄉下人的掛師, 聽一會兒, 我才知道, 原來所謂的十六字天掛, 和八卦相比的字成一體, 他包括, 缺、 像、 盈、 術, 這四門, 聽說, 是周文王創立, 但是, 由於這十六字天掛, 實在是太過繁複, 亦都太過神奇, 可以說真是鬼神難測, 所以, 一直以來, 能夠學識, 甚至是精通的, 少之又少。 漢代之後, 就一直失傳, 留下的, 就只有易經八卦, 後世的玄學, 奇門遁甲之術, 包括風水秘術, 都是在八卦易經之中, 衍生出來的。 一直到晚清田間, 有一個後來金盤洗手的魔金教位, 張三爺, 張三連, 聽說, 他曾經在一座古墓裏面, 刮到一本十六字天掛傳障, 又結合魔金教位裏面, 有關的風水秘術, 沉龍缺, 寫出了一部十六字陰陽風水秘術。 但是寫完之後, 他自己看這部書, 都覺得這部書實在結識了天地間太多的秘密。 他怕洩漏太多的天璣, 會有損自己的陽壽, 於是, 將後半本撕爛了, 將剩下的半部書, 傳給他的徒弟陰陽眼, 孫先生。 連自己的親生子女, 都沒有得到他的傳授。 而剛好, 在我眼前這位, 整口鄉下話的農民, 就是當年張三現在後人, 叫做張迎村。 他現在知道的風水秘術, 陰陽逆數, 都是家傳的, 特別是對逆經, 有了很深刻的研究。 其實大家論起來, 我們兩個應該是同門, 因為我爺爺的本事, 本身就是陰陽眼孫先生教出來的, 而孫先生也是張三爺爺的徒弟, 一路計下來, 我和這個張迎村, 大家應該平背。 原來大家是同門師兄, 我怎能不向他拯救下, 這十六字天掛的秘密呢? 嗯, 八一, 按你這樣說, 這十六字的天掛, 你想重新把秘密找出來, 我恐怕很難, 而且習慣天機, 找到都不一定是什麼好事的。 唉, 師兄, 其實我對什麼長生不老, 這些事情根本沒有什麼興趣, 只不過我想解開鳳凰寶珠的秘密, 這樣, 我自己揹著這個鬼眼咀咒, 就可以迎刃自解, 而且不僅救自己, 還可以救到人家全足人。 為了造成這件善事, 我才知道不可為已為之。 嗯, 既然是私底有事, 我這個做師兄怎麼能這麼幫呢? 既然是這樣, 我為兄弟, 募犯之寡, 以前算寡, 但他都有幾分靈驚, 我幫你募一下, 這次你的西藏之亨, 到底是吉是空, 啊,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有勞師兄! 這次《鬼吹登基, 崑律神功》, 本集已播放編得。 故事首集, 整理, 改篇, 林敬, 音效製作, 郭健文, 杜郑希。